大家好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来到学二次网校 欢迎来到陀老师课堂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咱们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的数列数表中和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节课要学习的主要目标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要学习周期性的数列数表 第二个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看在复杂的等查数列中如何去求和 好 咱们先来想一想你学过了哪些数列 有哪些数列里边有哪些规律 比如说我们给出的几个常见数列 像第一个数列 第一个数列是什么规律啊 我觉得基本上各位同学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数列应该是加三 应该叫做等查数列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就更简单了 第二个 第二个 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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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乘倍数关系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也称之为叫做等比数列 倍数嘛 那就比值 第三个 第三个这略难一点 但是这个数列也挺出名的 这个数列跟一种动物有关系 叫什么 叫菲伯纳奇数列 或者也叫做兔子数列 它的特点就是 每个数都是前两个数的核 每个数都是前两个数的核 是这样的吧 所以如果再往后写 应该是谁 哎 应该是十三 也就是五加八的核 对吧 我们这个称之为 菲伯纳奇或者叫做兔子数列 都可以 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一 二 四 七 十一 十六 这个数列有什么特点呢 稍微一算这个特点就能看出来 我就问一句吧 下一个应该填谁 填对的同学 那顺便你看出特点来了 这个是加一 加二 加三 加四 加五 加六 这是不是等差数列 这不是等差数列啊 因为等差数列 所谓等差是指差值相等 这个差值并不相等 但是即使不相等 我们也能填出来 下一个数应该是22 这种数列叫什么呢 叫做二级等差数列 因为它的差是等差 所以呢 咱们叫做二级等差数列 好了 通过这几个小数列 事实上我们也会发现 你在数列找规律的时候 用到的方法无非是几个 做差 求和 看倍数 对吧 好 给你几个小练习 来看一看你找规律找得如何 来 先看我们第一个小练习 说如图方格表内的数 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潜入的 那么请问大家 表格当中的问号应该填什么 这个表格看起来有点杂乱无章 是吧 好 你先找一找 老师还是建议你应该把我们的讲义 先打印出来 或者你至少下载下来 然后呢 看着做一做 对吧 要不然的话 仅靠这一点点时间 你肯定来不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找到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 我们从小到大 依次看 按照这个顺序往外画 来吧 加一 加二 加三 加四 找到规律了吗 事实上是他就是刚才那个二级等差 那因此你再往外画一定是 诶 一定是这么走的吧 那按照这种规律 不用从这开始算了 你从哪 你从这开始算就行了 从这到这 加了 十二 那从这到这就应该是加 加十三了吧 对吧 所以答案出来了吗 来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你找到差值的规律 一二三四 其次我们用79加上13 也就等于92 答案是不是出来了 好了 这是第一个小题 再来看第二个 第三个 第二个 第三个是求和 我估计这个求和 你要再算错了就不合适了 来 算一算 这两个小算式的和 最终等于多少 这个应该算对了吧 你别说这个也没算对 这两个小和 事实上这两个数列 是不是都是等差数列 等差数列在求和的时候 当然 我知道 等差数列求和是不是有公式 很多同学也用的公式 事实上这两个也不用公式 尤其是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说等差数列求和 四个字叫做首尾配对 首尾一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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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组的和都是26 那所以第一组 它的和就应该是26乘以3 78 对吧 它不用公式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太好了 第二个有中间像 因为我们知道有中间像的 事实上它就应该等于 中间像 或者叫做中间数 去乘以啊 像数 五像 那就是啊 五九四百五呗 对吧 第二个答案是不是出来了 事实上呢 同学们你来看 这个中间数啊 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数列的 什么数 哎 它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数列的 平均数啊 对吗 五个数 总和四百五 那是不是平均数 个数 总和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啊 对吧 所以你记住 如果是有中间像的 中间像 本质上 可以认为是它的平均数 好了吧 好了 这就是咱们的课前小练习了